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昨晚有4萬5千人去到中環樹參加一個集會 就是聲援聲火同盟 在這個集會散場之後 市民陸續離去之際 就在中環街頭撞擊這班防暴警察 有些市民情緒比較激動 當然看到他們就破口大罵 那些警察竟然揮著手回應 說再見回家睡覺 多謝支持 市民反罵他們 沒有人支持你們 另外有些警察叫那些警察支持五大訴求 竟然有些警員回答 我也有五大訴求 吃喝玩樂玩 這就是這些幽默 實際上你都不會算術 五大訴求 玩樂玩玩跟玩有什麼分別 哈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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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 比較低 這樣也不懂得分 四大而已,你不是五大 不要以為氣弱別人的訴求 而且他們也經常做一些心形手勢 其實很偽善 轉頭就把那些年輕人打到頭破血流 你還做這些心形手勢 有些人又是不值得爭的 警察做這些手勢,他就做回頭 好像非常友善的態度 自己小心點好過在這些抗爭的現場 弄鬼弄馬,轉頭給他打到頭破血流 到底怎樣才會有平安夜呢? 只要警察不要出動搞搞震 不要不務正業,就有平安夜 叫他們有空去搞東方行必 有空去金譜、錶行 那些地方多些來作出巡邏 不要只在晚上的時候 捉那些年輕人 是沒有作用的 你要真正做回自己的份內事 真正做回自己的本份 自己的職責 就不是打壓市民 打壓賊人 但是目前來說 這個催淚彈放題已經少了很多 我相信大家這幾晚出街都會感受得到 尤其是昨晚 星期一比星期日更多 很多市面、食店 都是滿座的 反映到一件事 市民開始 受到節日氣氛的帶動 開始就出來吃東西了 消費了 希望警察就不要搞搞震 你不搞事基本上就不會出事了 到底平安夜有什麼安排呢 昨天他們在記者會上也有提過 首先來說 警察預計今晚會有不少市民和遊客出街慶祝 主要聚集在廣東道和梳士巴黎道一帶 但是警察今年的部署和往年不同 除了九龍公園敬以外 尖沙咀一帶也不會封路 而且警員不會大批站在海濱一帶站崗 如果有突發事情 警察就會迅速封路和調配人員 公共交通工具 隨時會因應情況作出調整 警察就說 為何今年 12月24日和31日 不會將尖沙咀大規模封路 為何和以往的安排不同 他們就說 強調有情報顯示 封路就比吳封路更加有問題 經過他們的全盤風險評估以後 就決定吳封路了 雖然這群警察就自己說到 說不會派大批警員去到海濱一帶站崗 不過大家也想到 他肯定就會有一群沒有帶到委任證的便衣警員 在那一帶是報防的 不然他怎會調動得切 而且經常說收到那些什麼情報 從來都不會向公眾說的 當然他們有權說的 這些所謂他們的內部收到的情報 但是你不封路 一旦多人的話 站了出去 那會造成什麼的後果 對不對 這些警察根本上是 不可理喻的 往年都會封的 對不對 好了 而且他還說了一件事 他們說是很容易分辨得出 哪些人是出來享受節日 哪些人是搞事的 但是他們又沒有在記者會那裡說得出 憑著什麼的客觀標準來分辨 或是警察說了算 他說你是搞事就搞事 他說你是慶祝就慶祝 我舉回十幾年前的例子和大家分享一下 當時警民關係 當然沒有現在那麼惡劣 而且挺好的 當時是什麼時候呢 就是2001年的除夕夜 近萬五名市民聚集了在尖沙咀的文化中心對開 當大家享受倒數321的時候 踏入2002年1月1日的一撒那 有一批情緒高漲的青年 就開始互相推撞 推來推去 更加一邊叫囂 一邊就扔螢光棒 想說亂扯 警察見狀就開始進行廣播 就叫市民盡快散水 期間竟然是有些青年 就高舉這個花盆 就扔向地下 其他市民就一起跟 有樣學樣 終於有兩千多個花盆 就應聲打碎 有一名警員隨即走入人群當中 勸他們離開 叫他們不要再扔了 當時TVB就拍到一個片段 有人就跟警員推撞互相掌摑 在旁邊的市民當然是起控的 問問警察在哪裡搞什麼東西 當然最後大家都是和平散去的 這壇事傳出以後 就引起社會各界的質疑 到底警察是否有藍權 這個時任的西九龍總區副指揮官 古樹雄 就在1月2日的記者會提出 就說沒有警務人員被人掌摑 他當時也有被人掌摑 他說沒有 只是有些青年 用手輕拍警員的面珠燈 就跟他說 OK OK Happy New Year 當時就想著把這壇事化解了 你想想當時還可以用這個方式 如果現在Happy New Year 不拘捕你去新屋 你不拘捕你去警署坐 起碼坐48 起碼找臭格 HAPPY NEW YEAR 那時候還有這樣的氣度 還有胸襟來容納 實情當時那個攝氏青年只有14歲 他事後就由媽媽的陪同下 去到當年的警監會 現在沒有了 就叫做監警會 來投訴 當然查完一大輪以後 都是發現 這個投訴是不成立的 因為那一名青年的證供是不可信的 當時在做這個投訴及內部調查科的總警司 就是李家超 即是現任的保安局局長 他為何說這個投訴是不成立呢 他的原因是甚麼 由於電視片段的畫面陰暗和沒有聲音 警方也沒有辦法 找到目擊事件經過的證人 故此 將攝氏青年 指控警察偶打他的投訴 列為未能證實 當時的警監會和現在的監警會就是一樣 根本上沒有分別 是廢的 其實搞來搞去都是廢的 無論由你那個投訴警察科、警監會以至到現在的監警會 都是沒有牙老虎 查條毛嗎 十幾年前 和現在都是沒有進步過的 不過警民關係一直都差下去 差到現在這樣 所以警察就說 可以分辨得出哪些人出來慶祝哪些人出來生事 當年這個十四歲的年輕人 你都沒有說他是生事 都是當他慶祝 Happy New Year 現在你的標準都不知道是退到哪裏 反正你說就是 你說的就是法律 警例你又不醫 有委任證你又故意不帶 你經常說害怕有些人會冒警 冒警為甚麼會有這個風險 就是因為你那些警察不守規矩 是不是 自己明明有個委任證帶在身 你一發出一段時間 人家是人都知道你是警察 你故意就不是這樣做 故此真的有人冒警 你那些警察都要負上一定的責任 因為市民根本沒有這個責任和義務 去分辨哪一個是真正的警務人員 哪一個不是 但是很多穿著便衣無委任證 都說自己是警察 那怎麼搞呢 怎麼分呢 叫市民鼓鼓下 好了我們又說另一件事 就是關於冬至那一天 原來根據統計 大陸客來香港就少了七成 可以說是暴跌 只剩下六萬八千人次 但是似乎在市面上依然還有很多陸客 自由行給我們的市民看到 比如說他們最愛的海港城 在海港城門口 那些聖誕的佈置 大批自由行大陸旅客 享受 猛打卡拍照 可以說是樂意不絕 至於在上水 專為自由行旅客 而設的零售店 化妝品店 依然都是門庭約市 似乎六萬八千人次 都依然 很多 很多市民都覺得 不用來那麼多陸客 不如你開拓多些海外市場 當然我們在節目中都呼籲過很多次 但是似乎旅遊業界對於這些建議 都是致約網民聽不入語的 他們就唯有等自由行旅客再來 好了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祝大家聖誕快樂 拜拜 拜拜